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上了 那 等等 我去看看 是一只猫 好 那个 我先回宿舍了 我也先回去吧 琳雅 你的锅 这女仆装扔掉好像有点可惜 但留下似乎有点变态 还是留下吧 万一以后能入得上呢 校长好像也挺喜欢的 好 哎 来了来了 哎 李凡 你们怎么来了 拉万有事啊 不欢迎吗 那承真吧 嗯 你在学习啊 那我们会不会打扰到你了 这个 要不然去我那玩吧 别打扰林凡学习了 林凡 你 让我们走吗 数学如手足 美女如衣服 林凡 但是哪怕没有手脚的人 也是要穿衣服的 大家 快去那边坐 谁是你的衣服啊 关键是 看去什么衣服 反正 我不是 是 酷茶子 对不起啊 怕没有三个 那你们说咱们玩什么游戏啊 今天这么好的太阳 我们玩硅谷石接龙吧 你搞硅谷石接龙 不应该晚上玩更有氛围吗 晚上玩还怕了怎么办 没道理 又有点道理 我们刚好四个人 要不 我们玩打麻将吧 不要打麻将 我是外国人 你每次都因我 我想到了 要不然我们去唱歌吧 我那里有设备 可以拿过来用的 林凡 你说我们外屈吗 唱歌吧 好久没唱了 耶 这门歌我不会啊 我就知道 你会挺文雅的 别瞎说 这门歌 没有 任何评论 又没打赏 为什么 就没打赏 最后你会儿 我还想问你呢 你管得着吗 我来拿衣服 那天晚上落林凡家了 衣服 林凡 怎么回事 学姐她开玩笑的 你就说有没有吧 林凡 到底有还是没有 我 是谁啊 林凡 你家有人 是温染 对 你认识 狐狸 那进去再说 好 你 去 我 那个 算了 我先去戈备生间了 坐下 学姐 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林凡只是上个厕所 你也要管 就是 而且这里是林凡的宿舍 又不是学生会 而且就算是学生会 你也没必要限制人的人身自由吧 你们也知道这是林凡的宿舍呀 你们三个女生进男宿舍干什么 校规里有这条吗 我 林雅 林凡 我们是同班同学 林凡和妮可又是同一个社团的 倒是你 学姐 你来这干嘛 对 还有你 这位同学 你是谁啊 我怎么在学校里都没见过你 我 我是肖肖 肖肖 你跟林凡什么关系啊 对啊 林凡 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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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都来了 大家别吵了 我们一起玩游戏吧 鬼故事见龙 多人才好玩的 游戏规则是 我们每个人讲一句话 最后剧情合在一起 就抽成一个鬼故事 我们先确定谁开始讲故事 好 好 我是一号 我是二号 三号 我是六号 我是四号 我是五号 那 我开始咯 大家不要忘了主题是鬼故事哦 好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树神赶路 却结束在一个破败的山神小庙 三公的时候 突然门被一阵阴风吹开 她前去关门 却看到个吃足的七美女子 林凡 你收敛我好不好 我好冷啊 书生让女子进屋之后 却发现女子身后居然有狐狸尾巴 书生吓得连连后退 这个时候 一位美丽的女术士出现了 挡在了书生与女子之间 她不是你狗 她是狐狸精 我来保护你 是 这样的吗 别怕 靠近一点 然而书生发现 这个女术士的身后 也有一条狐狸尾巴 在她震惊的时候 一位持剑女侠出现了 挡在了她和女术士之间 妖狐 放开林凡 她们都是狐狸精 你可不要被她们骗了 我是来保护你的 干我了 干我了 其实这个女侠 也是狐狸变的 这时候突然有的光闪过 一位兴起飘飘的小仙女 从天而降 倒在了女侠和书生之间 林凡 其实她 她们都是狐狸精 你是来保护我的对吧 林凡 你干嘛敲我台词啊 你怎么这么欺负我 我 不能再套娃了 书生发现 这四个女的在对峙之际 都变出了九条狐狸尾巴 林凡 我不是狐狸精 林凡 我不美吗 林凡 你不听我的话了吗 林凡 你就是要欺负我 于是她紧起了板砖 摊圆了胳膊 该你喽 书生一板砖拍死了美貌女术士 书生干得漂亮 好书生好板砖 为什么呀 女术士又没有做错什么 主要是其他人都躲开了 好吧 好烂的故事 为什么会有板砖 书生到底做错了什么 被那么多恐怖的狐狸精看上 难道她就不值得拥有一块板砖吗 本来很好的一个开头 莫名其妙 出来的女术士 女术士怎么了 可是鬼故事经常会有道士啊 那你为什么要强调一个美貌的女术士呢 我看这个女侠才奇怪吧 这又不是木武侠篇走错片场了吧 要我说 从一开始就歪了吧 为什么门口站个女的 还光着腿光着脚的 要是个五大三粗的黑熊精 哪有后面这些事 好了好了 不要吵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挺好的 不好 好 林凡 你来说 这故事到底哪出现了问题 我觉得是板砖的错法 你狗妹啊 你的团团 你去哪里 我还没有关系 谁是你未婚妻了 我可没答应 令凡你别理他 我蒙汉雷啊 萧萧家是武术世家 他的男人 就不能是废物 时间你挑 打一场 敢不敢 你算什么玩意儿 你说啥我就得听 怂了 我是个人 干嘛要跟狗打架 我打死你我 别 谁猫雷啊 男人的事儿 女小叉嘴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倒是 你的手 有点劲啊 不怂了 我不跟狗打架 但狗咬我的女人 我就得打死你 有点意思 看出来你也没练过 我恩行雷啊 我给你时间 一个月 武术管剑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给你惹麻烦了 什么话 当时你帮我的时候 也没有嫌麻烦 你不应该答应跟他打的 对女人动手的王八蛋 见一个打一个 你打不过的 他从小就练散打 在我眼中 价值分两种 该打的和不该打的 和打的过打不过没有关系 好了 你回去吧 我要去洗澡了 好了 你伤成这样 应该不好脱衣服吧 我帮你 好 麻烦你了 你都不推头一下的吗 我对我的肉体 还是有点自信的 是吗 你干嘛 你干嘛 有点东西啊 你要干嘛 不是 你要干嘛呀 你要干嘛呀你啊 摸一下嘛 你不是很自信吗 你要干嘛呀 别反抗啊 色狼 这馋得我血液都不流通了 唉 这馋得我血液都不流通了 林凡 刚刚你对叶森说 我是你的女人 真心的吗 你别再痒 我就是打完她那一拳 感觉这么说很帅 这个活动居然会选我们学校 放上浩拳 你看这个窗窗一溜溜溜 在我们学校 哎呀 学校食堂开饭了 别看了 放手吧 嗯 怎么了 林凡 你过来一下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我有事跟你说 我有事跟你说 我就是创造营666打令 很像 但我不信 毕竟从你那天拿平底锅的姿势看 真不像是拿麦克风的 林凡 你看 嗯 难怪你不愿意注意生素食 是怕被发现了 我靠是真的 你居然一直瞒着我 我可是早就告诉过你的 你可别跟我说你忘了啊 就是那次迎新往会前的训练 跑完步 你给我这个的时候吧 我还说我也是练习 时长两年半的练习生来着 你还记得呢 我当时憋笑憋得好难受的 你还记得呢 我当时憋笑憋得好难受的 你肯定那扣啊 这谁啊 林凡 其实 我预到了一些麻烦 麻烦 他 刚刚过去的那个女生 是舞蹈舍的社长 叫京本 她也是练习生之一 跟我去竞争关系 她为了不让我练我 每次社团活动的时候 老让我做一些杂活 还有 还有 你过来看 陈凡 你看啊 这个教室的门都锁了 我都没有地方练舞了 而且这次选拔又是一支新的团舞 我要是不多加练习的话 那 那肯定是会输的 放心 我来想办法 你干嘛 行了 擦擦你的口水 丽雅 这是我兄弟华子 你离他远点 他不是个东西 你说什么呢 跟你比起来就是个胜利 嗨 阿丽 这个华子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这 大哥 你跑业务呢 对不起 对不起 习惯了 习惯了 华子 华子 干嘛 事情你已经知道了 有没有把握 小事 为了阿丽 上刀山下火害我的火 何况是一把小小的钥匙 何况 一切 都在我掌控之上 又是一把小牢 你自己费的 你只能带上手 你都知道 你自己选择 丝尔 我第一次 这个 你训练 他 开心 全集 你看 总比我爱耳光好吧 有道理 你还会这个 你不会是小偷吧 放心吧 我有证 我前一阵被KTV开除了 现在跟着一个所向在干活呢 开了开了开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干嘛呢 站住 绿雅 对不起啊 没帮上忙 没事的 还是谢谢你啊 华子 你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兄弟 总对不起你 我发誓 我绝对给你个交代 我也没吃过这么大亏 今天是创造营666第九场公演 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五进三决赛 获胜的三人将会去到韩国参加三个月的培训 现在公演开始 女士 来吧 你来吧 你来吧 我说看你 我来吧 我再来吧 我快就把你叛咛 其实我也不出现了 我来吧 我把你叛咛 我去你 我那边 我去你 我来吧 你不在坛 我让你叛咛 我来吧 我来吧 好 りあ 李雅 我愛你 dioxide 叫ふん 出去 林凡 我被堵在更衣室了 干吗呢 干吗呢 我们让一让 林凡 这是我们舞蹈室的事 请你离开 林雅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再喜欢她 我要你们好看 哦 你要打我吗 你动手啊 你一个大男人还敢打女生 打我倒是不敢打 可是我敢 林雅 快走 好了好了 应该 逃掉了 是 我 我不想松开 那你最好 一直都给松开 是她吧 就是她吧 好 走走走 是不是她 你看那边 你看那边 好 走走 林凡 不好道 上内网上 有人曝光 令雅就是累你的事 还传言她和同班男生同居 这事你早就知道了 你要继续装是不是 林雅就是令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早一天也是早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但是 我在你心里 难道跟林雅一样吗 对不起 我只是想帮忙 但想到 他们说你和林雅是内容关系 就又忍不住生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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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好 你别管了 公司会出面解决的 花子 你确定你能搞定她 上次在这你可丢大人了 你看这是啥 这是啥 这是金宝儿雇佣水军和私生饭偷拍点哑和散播要言的证据 你怎么拿到这个了 之前在KTV上班的时候 认识了一位能量很大的阿姨 她跟我说过 不想努力的时候 就去找她 多大的阿姨啊 我该问的别问 来来来 安住 这是你所有的犯罪证据 你承不承认是你干的 你说是我的就是我的 还不承认 我给你添个东西 干吗 还要抢是吧 给我 为什么给你 你说我把这些东西放到网上 你还能当我不行 别罚 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给我 还要抢 你得做出点什么吧 好 这样了 行吗 上次打成右脸 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行吗 还不解气吗 这么想要这个东西是吧 好 我给你 别忘了跟大家道歉 阿姨牛逼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多谢兄弟啊 多谢兄弟啊 喂 怎么了 没看新闻吗 金宝儿公开道歉了 承认是他为了报复雷雅 故意放出的假消息 这事算是解决了 谁呢 李雅 你看新闻了吗 事情都解决了 金宝儿也承认了 嗯 我看了 可是那怎么 你不高兴吗 我倒是希望那些谣言是真的 林凡 我要修学了 为什么呀 有公司要跟我签约 让我去韩国培训三个月 然后再出道 那恭喜啊 你要当大明星了 可是我要出道的话 那我就是以工作为主了 我就不能经常回学校了呀 甚至还要退学 那以后 是不是就很难再见面了 但是 我也不是非出道不可 我也可以选择当一个普通人 然后继续上大学 林凡 你希望我留下来吗 留下来 我希望你留下来 我不想你从我生命中慢慢消失 说我自私也好 说我霸道也好 反正我就是不想让你走 你 这是在跟我表白吗 不是 你这是在跟我表白吗 啊 啊 这才是 这才是我的表白 这才是我的表白 不要当什么偶像 当我的女朋友吧 那你可要想好了 我这个人可是很小气的 我还爱吃醋呢 你这是同意了吗 不是 不是 这才是